欢迎来到六度解析 我们来看《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 西方的制裁和出口管制原本旨在压制美国的敌人 利用美元的力量强迫政府屈服 而无需动用军事力量的流血冲突 他们却无意中催生了一个全球性的影子经济 将民主的主要敌人联系在一起 其中以中国为中心 西方对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朝鲜、中国 和其他专制政权实施的前所未有的金融和贸易限制 通过限制他们进入西方商品和市场 挤压了这些经济体 但西方官员和海关数据显示 北京通过加强贸易关系 越来越多地挫败了这些由美国主导的努力 被制裁国家组成的集团 如今具备了规模经济 能够保护自己免受华盛顿的金融战 交易包括无人机和导弹在内的一切物品 甚至黄金和石油 中国是有意愿和能力重塑当前全球秩序的战略竞争者 前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 现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达纳 斯特劳尔·德纳斯特劳 说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为北京的政策辩护 称中国未向任何卷入乌克兰冲突的人提供致命武器 中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相关国家开展正常的经济和贸易往来 他说 依据国际法的相关贸易是合法和正当的 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 通过在美国的外交机构联系到的俄罗斯 伊朗 委内瑞拉和朝鲜政府 为回应置评请求 该集团的贸易需求是一致的 一方面 中国从三个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 俄罗斯 伊朗和委内瑞拉 以大幅折扣价格获取石油 对这个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来说 这是一个意外制裁 去年它每天购买了超过1100万桶石油 以维持经济运转 反过来 这些国家有了收入 可以用来从中国购买被制裁的商品 来自中国的石油收入 支撑了伊朗和俄罗斯的经济 削弱了西方的制裁 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金伯利 多诺万 Timberley Donovan说 他称这一集团为规避轴心 表示这些国家在贸易中使用人民币和支付系统 限制了西方当局对金融数据的访问 削弱了他们执行制裁的能力 中俄海关数据显示 中国已经填补了俄罗斯失去西方获取最高优先级的两用商品的空缺 这些商品既有民用也有军用 根据对俄罗斯海关数据的审查 中国国有国防公司保力科技去年9月至12月期间向一家美国制裁的俄罗斯国有企业 乌兰乌德航空厂发出了近20批货物 该厂生产军用和民用直升机 保力科技也受到美国的制裁 去年2月16日向伊热夫斯克兵工厂发运了一批重达1200公斤的步枪 伊热夫斯克兵工厂自称是政府承包商 是俄罗斯最大的武器批发商之一 海关记录还显示中国公司去年负责向一家俄罗斯公司发运所有60批货物 美国官员称这家公司是伊朗在俄罗斯为莫斯科军队生产军用无人机的采购渠道的一部分 这些公司未回应置评请求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也为德黑兰提供了经济和战略机会 向莫斯科出售成批的军用无人机 并在俄罗斯建立生产设施为伊朗提供了收入 提升了国际对德黑兰军事实力的看法 并提供了宝贵的战时数据 前美国安全官员表示 美国官员和海关数据显示 伊朗还向委内瑞拉提供武器 能源基础设施的技术援助和其他被制裁的商品 西方官员称 作为交换 加拉加斯向伊朗提供了来自其奥里诺科储量丰富的黄金 这是一种难以追踪的商品 其可替代性使被制裁国家能够绕过西方银行系统 美国官员表示 中国的能力和意愿让俄罗斯的战争机器运转 并帮助莫斯科重建其军工能力 促进了前所未有的贸易和金融往来 这显示了一种信任程度 可能为两国国防工业基地的更广泛整合打开了大门 一位了解两国贸易关系的高级情报官员说 反对了好 重要 was speaking of pass excuse 说 旅選 高级《 反对 힘 満 下 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